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 首先为您送上内容提要 不只是电动车 美国谋划殲灭中共两领域发展 罕见点名中共威胁 刚访问完北京,他就变念了 北戴河会议决定秦江命运 借封露面谈手伤 賴清德将过境美国,中共宣布东海军演 纪检监察通报涉医探案 医药界商户举报牵恐慌潮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不只是电动车,美国谋算签灭中共两领域发展 美国近日签署总统行政命令 将禁止或限制美国在大陆的半导体和微电子 量子IT技术和某些AI系统等三大科技领域进行新投资 对此,有资深媒体人指 美国真正要打击的目标 其实是大陆的量子和AI系统的军事科技发展 外界普遍认为美方扩大打击大陆先进科技发展 主要是瞄准电动车产业 但台湾媒体人吴子嘉认为 对缺电动车,大陆电动车生产发展目前还占优势 因此美国打击大陆的电动车产业 目前只是美方一个期待值 而美国封锁清单中,量子运算和AI才是最可怕的 因为这两项科技绝大多数是应用在军事中 量子运算就是超级电脑,多使用在太空战当中 在商业用途相当少见 也是大陆当前最想要弯道超车的领域 至于新城式AI更不用提,军事上有很大前景 吴子嘉提到,虽然共和党认为 政府打击的产业面还未够大 但实际上根据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提出的小院高场概念 政府现在就是锁定中共的军事科技范围 一次过要殲灭,用高度专业的火力打特定的定点 而英国也很快跟进 至于美国政府是不是将矛头指向电动车产业 吴子嘉认为电动车的自驾部分,囊括卫星,量子运算,AI,先进半导体等最新技术 因此这次对中共的高科技限制 不排除是将电动车视为下一个世代的决战产业 他说,美国政府更强势的一点是 他还要检视盟友有没有跟随美方的步伐,一起跟进封锁 罕见点名中共威胁,刚刚访问完北京他就变脸 在印太紧张局势和地缘政治竞争日益加剧的时候 8月11日,新西兰安全情报局发布安全威胁的年度报告 罕见指控中共在新西兰从事间谍活动和外国干涉活动 在以往的安全威胁报告中,新西兰情报局只是广泛谈论受到的干扰 没有点名过具体的国家或政府 但周五的报告非常直率,直接点名中共,俄罗斯和伊朗 同时补充说,中共间谍参与了针对新西兰华人社区的攻击活动 周五发布的解密报告中,情报局指,外国情报机构持续 时机针对新西兰开展间谍活动 情报局指的三个国家分别是中共、伊朗和俄罗斯 但它大部分讨论都集中在中共的干涉活动 情报局呼吁新西兰提高对外国间谍和干涉威胁的警惕 在五眼联盟中,新西兰对中共采取相对温和的立场 尽量与北京保持友好关系 但中共在太平洋地区步步进逼,令两国关系不断紧张 去年中共和所罗门群岛达成秘密安全协议 遭到新西兰的严厉谴责 法新社分析,新西兰安全情报局罕见指控中共行径,过去并不常见 这表明新西兰愿意冒着激怒这个最大贸易伙伴的风险发生 情报局在一份媒体声明中说,国家之间的竞争正是变得更激烈 他说,新西兰发现了多个来自外国的干扰活动 最值得注意的是对华人社区的持续监控 而这些活动是由和中共情报部门有联系的团体和个人进行 北戴河会议已决定秦江命运,借风露面谈手伤 日前中共驻美大使借风带着手伤露面 而中共外交部前部长秦江仍下落不明 据信中共高层的北戴河闭门会议已结束 或讨论有关处置秦江的问题 11日,借风在推特发文说,他和美国科学出进会 首席执行官柏里克博士就中美科技合作进行交流 该贴文配的一张图显示,借风左手还吊着崩带 12日,借风发推文说,感谢大家关心 近日不小心手臂受伤,正是稳步恢复,足下安 借风做解释的原因是,秦江被免职当晚 有传同秦江不和的借风缺席了中共驻美大使馆举行的 中共建军96周年活动 官方给出的原因是,借风出席阿斯帕安全论坛时 不慎率伤,被迫缺席当晚活动 而7月19日,借风出席阿斯帕安全论坛时 被问到崩岗失踪的消息 借风当时笑着回答说,等我们拭目以待 说完之后,他还和在场的人一起在笑 在7月29日,台湾上报刊登《金桃柏暗》的文章分析 借风意外巧合整伤 与他在阿斯帕安全论坛的行灾乐祸惹人联想 崇江被免职,借风应早就知道 而借风这个表现,习近平恐怕并不满意 这次中共外交部的乱象 舆论普遍认为是官场内斗的典型案例 资深媒体人顏纯勾之前在念书发文说 国内的经济之乱、官场之乱、社会之乱 文化之乱就不用提了 单单是外交之乱,已经将中共逼到长角 习近平处理内政外交就是乱搞 搞乱一处不收拾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认为 这次北戴河会议是习近平去年10月 史无前例第三次担任中共领导人以来的第一次 但这次会议可能会因经济衰退 以及与西方敌对行动加剧移乌云密报 赖清德将过境美国 中共宣布东海军演 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出访南美过境美国 在8月11日中共海事局上午发布公告说 12日起至14日将在东海海域进行军事演习 演习开始时正好与赖清德出访同一天 赖清德将在12日至18日 军团出访南美洲友邦巴拉贵 参与该国新任总统贝尼亚的就职典礼 并过境美国纽约和旧金山 中共海事局网站发消息 共军将在12日中午至14日下午 在东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 禁止船隻駛入 不过根据目前大陆官方披露消息 尚未得知军演的项目和内容 经过比对坐标 中方宣称的演习范围 实际位于浙江省舟山市以东海域 约7200平方公里的长方形区域 距离台湾约有500公里远 对于赖清德即将出访 中方随即宣布军演 立委黄定宇分析 中共有导弹5剧本 第一是军演恐吓 二是制造舆论 黄定宇说 中共可能透过收买在台或国际特定媒体 政治意见领袖 贬抬赖清德出访意义破坏台美关系 三是陈抗大风 花钱发动在台、在美、在霸的中共协力者 陈抗醜化赖清德的访问 第四是网络攻击 黄定宇说 除了一贯假消息之外 透过恶意程式进行网工 瘫痪或报告板致换 第五是外交攻势 透过大撒币或长角或其他外交攻击 黄定宇强调 无论如何这些打压最终中共会无济于事 关键原因是台湾过去几年来整体国力的提升 以及在地缘政治上和全球经济 供应链上的不可划决 他强调 确保区域现状的维持已经是全球共同立场 对台湾或是国际社会来说 眼前面对的不是战争和和平 而是共同确保维持现状 或是任由威权单边破坏现状的挑战 纪检监策通报涉衣贪案 医药界相互举报牵恐怖潮 中国大陆医药反腐运动正是如火如荼进行 近期官方频繁通报各医院高层涉贪腐 被当局调查的消息 并鼓励民众举报 当中几位进驻各医院后 出现了医务人员举报领导 患者和医药代表举报医生等现象 目前中国医药界风声学类人人自危 黑龙江省紀委监委网站10日通报 该省七台河市人民医院原院长黄群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紀律審查和监察调查 同一日广东省揭阳市几位监委微信公众号 发布揭阳市府幼保健院原党支部书记 院长刘建志被伤开消息 据中新网报道 今星期以来 每天都有医疗系统干部落马的消息通报 广东省紀委监委严肃查处了东莞市政协元副主席 市人民医院原院长邝明子 揭阳市紀委监委整合力量查处 揭阳市人民医院原院长雍建东 浦宁市人民医院原院长陈阳生 湛江、韶关、惠州、杨江等地市 也查处多名医院院长 卫生健康局 湖南医疗界一位不愿公开声明的李女士说 中纪委进驻医疗系统后 医院一片紧张 有医院要求医生或专家退还港座的酬劳 有些很严苛 要你之前收的港货费都退出来 现在作好退钱的准备 她说政府现在矫枉过正 一旦要做什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右 星期四人民日报发评论 指当局在医疗系统的反贪力度之大前所未见 全领域全覆盖的治理行动已初见成效 评论又认为行动会持续深入实验标本监制 令医疗界回归致病救人的初心 有网民留言说 最近医疗界很热闹 医务人员举报领导 患者举报医生 医药代表举报医生 医生家属举报医药代表 有评论人士说 中国医疗的产业化为老百姓带来巨大痛苦 医疗反腐本身无可口非 问题是我们看到教育培训行业 在反腐败后一地鸡毛 我们不希望医疗行业反腐后又一地鸡毛 希望变立法治政府而不是运动式反腐 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